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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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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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等会就很快就无聊吧 我们是全部做完再讲吧还是做一个讲解 那讲还是三言良语而已呢也不是很复杂 我们从这个经络来看我们先解释一下任何人中间这条线就是他的体能值 每个人体能值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 而且早上晚上吃过饭不吃过饭它都是波动的 就体能值不一样 很简单 以下的是虚 以下的是实 我中间不是讲西跟石吗 西石之间它有一个范围 蓝色的都是正常 蓝色的就是有些偏差 比方说我们跟这讲信息能量偏差 嗯 那么紫色的呢就要留意了 红色的呢就要分散小心了 甚至进入疾病状态了 嗯 那么这样子看下来我们就会看 手三阴三阳这边 这一块就是血液部分的问题 一般来讲会中风啊 心梗呢 这个我们说五高 高血压高尿酸高胆固醇 甚至高血脂 在这一块都会显示红色 嗯 为什么因为血的脸都高 血的脸超度高 它经络就会受到阻碍 它就会很明显的展现出来 在这里面呢看到 一个长期这个重病的人 他脾胃一定是稀罕的 你看脾胜 这边脾筋 这边肾膀 整个脾胜是稀弱的 所以他胃口不好 他吃东西会不容易消化 所以他吃的东西会受到限制 再有他因为运动的少 就有关系 这脾胜很清楚 就是脾胜是两肌 那么在中医来讲 好 这个 肾就是水了 肾在中医的五行里面 它说水 水太弱了 就不可以 就不来自火 心肾不焦 中医有个名字 心肾不焦 水不自火 在这个里面 不但要 活血化衣 同时要做什么呢 应该补肾水 好所以呢我一直跟你们说 为什么中国 几千年来 这个六位帝皇王 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厨房呢 他注目点的就在意 补生水 那么生水一调节了 对我们的血液之一部分 是有帮助 中医治病是一个调 调和性的 那么从食物当中 你就可以吃一些 这个 这个 羊肝 易色 活血化衣的食物 比方说白木耳 黑木耳 对不对 像一些 如果说没有痛风的状况 一些豆类啊 比方说 环豆啊 红豆啊 利豆啊 黑豆啊 这些都是可以来吃的 像一般的食物 山药啊 莲藕啊 在这个层面上 食物部分就可以来达到一些调控作用 就从食物的部分 是可以来做些改善的 好不好 好再看这边 这边是肝 肝 肝肝是上坎 一般来讲 肾水不足肝肝上坎 是现代人的通质 不只是薄木 十个 十个人 七个八个 跑不了 大概是这样 所以呢 从这个看下来 总而言之 看起来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 好了 那么你不管用气功也好 干什么也好 我们都可以来看看 究竟对某某会有些什么帮助呢 在一定层面上是 我们要特别强调啊 所以功能这个 信息跟能量的问题 你靠指压 或者推腊 或者按摩 甚至针灸 它是 马上会有效果的 包括你裂器 或者你给它推腊 或者你给它灌点器 如果你气功裂得更好 它一定是有作用的 但是呢 物质性的问题 比方说堵塞了 耿阻了 或者溃疡了 哎 你说我来 我来灌灌器会有用 那个就可能 就不太 只能做个辅助 所以刚才不是讲 那么一针二九三用药 可能是这个意思 大家要搞清楚 不是说 真完九完 我在给它吃药 不是 就是物质性的问题 可能要用 七质性的方法来面对 来处理 那么如果是功能性的 能量性的 信息的 我们就可以用 信息能量的手段 来帮助一个患者 这个大家一定要搞得很清楚 好 OK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来车第二位吧 谢谢大家